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TeachAble,那这节课呢,我们学习Unit 10,幸福的标准,Standard of Happiness,这一节课,我们学习到了Text部分,我们来看到生词,礼拜天,也是星期日, 我们星期,礼拜一,礼拜跟星期是一个意思,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我们讲到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礼拜天,那跟礼拜日是一样的,那我打,我把它打,打出来哈。 星期日 空而,空而, spare time, threatime,你有空吗?母亲,mother,不过,but,yet, 你不过如此 你不过 你也就是这样 你不过如此 不过 就这么高 永远 forever 我永远喜欢你 不太可能 永远 永远在一起 我们永远在一起 再也不分开了 骗人的鬼话 方向 方向director 你找什么方向 你往这个方向走 问路 去公园 去深圳湾公园 怎么走 你往这个方向 一直往前走 在碰到红利灯的时候 往右关 再找500米就到了 方向 我们来看到课文 第一篇课文 深月和王静 聊王静的生活情况 你拜天有空吗 陪我去逛街怎么样 shopping 我想去给丈夫 买个生日礼物 happy birthday birthday gift 我可能去不了 最近事情多 你最近是不是工作特别忙 我现在上有老 下有小 除了工作以外 家里还有母亲和儿子 因为在母亲面前 我可以做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在孩子面前 我也是一个什么 能够照顾他们的母亲 啊 这让我有了努力的方向 努力的方向 这个方向呢 是什么 朝着一个目标 这样一个方向 那也指方位 指路啊 温路啊 这是第一篇课文 我们接着来学习第二篇 首先呢 我们还是学习声词 那第一个声词是优秀 优秀 excited 你很优秀 你做得特别好 good job 硕士啊 master master degree 哇 硕士呢 一般是读三年 研究生嘛 研究生拿到的是硕士学位 那我们很多学员在特别棒 在中国读本科 又记得在中国进修 继续学习 拿到数次学位 单译 translator 或者说interpolator 口译 确实 确实 indeed 确实 jury 兴奋 这个确实 你确实是很厉害 你确实好棒啊 兴奋 excited excited 我很兴奋 我们汉语越来越好了 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了 经常跟我们一起学习 多说 你慢慢没有发现 我们的学员 说汉语越来越流利了 拉 拉普 都叫拉 比如说这个 拉着 拉衣服 拉 那我们来看到课文 高老师和李老师 在谈幸福 你看人家 王老师 刚来这工作 三年了 就当教授了 好快哦 这个职位的晋升 还有个好妻子 真是让人羡慕啊 羡慕你吃好吃的 羡慕你事业做得特别好 羡慕你汉语说得特别好 其实你在别人眼中也是很幸福的 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 我们总是觉得别人的东西好 没有发现自己身边的东西要cherish 要珍惜 是吗 我哪能跟王老师比啊 你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还那么优秀 毕业 硕士毕业后就当了翻译 你夸他女儿很漂亮 学业又做得特别好 工作又找得特别好 我女儿确实不错 记得她刚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 就兴奋的 就兴奋的 拉着我和她爸两去商场 就买礼物啊 那时候 我和她爸心里别提多美了 所以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不用羡慕别人 你羡慕别人的时候 他们也可能在羡慕你呢 这是第二篇课文 很好 我觉得这篇课文意思很好 我们来看到第三篇 生词啊 建议 是个suggestion 建议 我建议你 你给了个好的建议 做动词而已 做什么呢 职业啊 occupation representation 职业 职业 选择一个好的职业 哇 Chinese teacher Welcome to my students to become our 爱博英语的 English teacher OK 我们马上又筹建 英语 事业部 我们会教中国人 英语 那需要大量的外国 朋友呢 一起参与进来 记得哟 关键 关键 然后 hing kluge 这个单词 第一次见到 那中文 关键是什么意思呢 the key point 关键 关键的是 这个问题的关键 在于 你做得不好 你耽误事情了 将来 future 我将来 想把汉语 爱博英 做得特别特别棒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将来希望 出国 去 去各个国家玩 去旅游 将来 发展 发展 to develop 发展 中国的发展 特别快 跟各个国家 有经济往来 这个 economy trader promote 或者说 躺 躺着 躺着 tly 困 sleepy 好困 眼皮 撑不开了 很困 打喝睡 没有精神 困 很困 昨晚 昨晚我没有睡好 昨晚好像好困 上课的话 上的不好 我们来看到课文 小雨和小夏 聊找工作的事情 时间过得真快 马上就要毕业了 毕业后 您打算做什么呢 我还没有想好 正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们经常说这句话 记着 你觉得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输入重要吗 of course 在我看来 赚钱多少 不是最重要的 兴趣才是最关键的 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 才会觉得幸福 将来也会有更好的发展 确实这样 那我特别喜欢 汉语 汉语教育 那我选择做这个 我希望我们汉博汉语 发展越来越好 我也这么想 如果我带着热情 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就不会觉得累 不过 现在什么东西都那么贵 生活压力太大了 没有钱 也不会过得幸福呀 幸福其实很简单 它不是只有钱 就能买到的 我觉得工作结束回家 洗个热水澡 洗个热水澡 然后躺在场上看书 Reading It's music 听听音乐 我困了 就睡睡觉 就很幸福 你说的也对 如果能找到一份自己 既感兴趣 输入又不错的工作 那就最好了 我后面有想法 我们在我们爱博汉语学习的学生 学历 非常高 然后呢 很有才华 那有很多呢 想来中国找一份工作 那我们爱博汉语呢 后面会推荐 大家到一些企业去工作 帮大家找工作 然后呢 也对英语感兴趣呢 对英语教育感兴趣呢 可以来到我们的爱博英语 来当英语老师 好不好 OK It's the lesson today 我们学习了 三篇课文 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呢 在下面留言 我看到呢 会回复大家 OK See you next time Bye